跟走 大家好 最近有很多网友呢 让我给大家推荐一些离天安门广场比较近的宾馆 我现在呢是在大师烂商业街的东入口 从这出现就是前门补星街 左转到达天安门广场只有四五百米的距离 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大师烂商业街东入口右手边上的第一条胡同 这条胡同叫粮食店街 这里边宾馆非常多 而且也有很多的小饭店 吃饭呢也比较方便 大家看一进胡同口前边挂灯笼的这儿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吧 六壁居酱菜 咱们话不多说啊 给大家整理宾馆 里边的宾馆相对来说比前门步行街和大师烂商业街的相对来说 要价位要便宜一些 看这儿就有一家宾馆 但是它住满了 看到没有 住满人了 然后这是六壁居六壁居也有博物馆 大家想逛逛的话啊可以去里边逛一逛 然后这里边有很多小饭店 然后盖饭呢炒菜之类的相对来说都要便宜一些 看这儿啊这儿也是一家酒店这是一家连锁酒店了这个也是这个街上规模比较大的啊看上面的房间也比较多 然后它对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中国第一平二锅头诞生地 正门在前面是卖二锅头的啊 然后咱们看看这个酒店 然后咱们看看这个酒店 环境还是非常好的 从这儿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大厅的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咱们继续往前走吧 看这儿还有好多的小饭店啊 嗯 然后咱们买点东西啊也是比较方便的啊那边有平价超市 这边还有一家设外酒店看了没有给大家看看这个名字啊 其实这条大街上我给大家推荐过好几次了 大家看记住这个名字啊有网友说这家酒店性价比非常好 性价比比前门步行街上要好多了 但是他住的时候是五百多 但是一天一个价啊 所以五百多块钱在这儿能住个能离天安门这么近价格 我觉得也这个旅游高峰期还不算贵啊 然后这儿也有一家酒店 还能记住这个名字了吗 这个房间也不少啊看到没有 这些酒店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从这儿出去之后就是前门步行街 住在这条胡同里边晚上还可以逛逛前门步行街 逛逛大失烂 然后这儿也有一家酒店记住名字了没有 看在这个平台上就可以预定啊 从这儿往前走啊前面也还有几家 看这儿就有一家 记住这个名字啊 这条胡同是粮食链接啊 然后这条街和前门步行街就隔着这一排房子啊 里边很多吃饭的地儿也有很多的宾馆 看没有这儿还有一家吃烤鸭的 人也不少 这边还有吃涮肉的 而且这里边有很多的这种饭店都不需要排队 大家看这儿 这儿就是一家酒店 这些酒店肯定要比前门步行街上的酒店性价比较高一些啊 这价格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大家自己在网上查吧 我就不跟大家 因为这个价格一天一个价 我就不一个一个给大家去问了啊 然后咱们继续往前走 您看这儿还有吃川菜的 所以说在这条街上呢 如果咱们吃饭呀 买个东西呀 逛逛街呀 都是非常方便的 看到没有 从这儿出去就是前门步行街啊 和前门步行街这隔着20米 这儿有家道乡村 但是不是三河标志的 然后这儿还有吃炉煮火烧的 住在这条街上 去大石烂商业街也比较方便啊 这条街北口出去之后就是大石烂商业街 想听相声啊 或者是想去买点张一元茶叶呀 都是比较方便的啊 看这儿就有一家这个酒店啊 大家自己看这个名字 网上搜得到 上下好几层 这里边旁边是一个轻旅 然后这儿也有一家酒店 这应该是连锁的 也是这个上下是两层的 这里边的房间也不少 大家看了吧 我觉得环境还可以啊 我估计就是房间相对来说小一点 因为它毕竟是在胡同里边 大家看这儿是一个便民超市啊 想买点水啊什么的 这都是平价的 然后咱们继续往前走 在家胡同 想要逛逛胡同的话 也可以逛逛这周边的老胡同 这胡同里边都是老百姓的居民区 可以聊看看这个老百姓住的大购院什么样 非常的方便逛胡同 然后大家看这儿 这儿就又是一家宾馆 看到了没有 这个价格还是自己去问吧 看到这儿还可以出租轮椅 儿童推车 咱们继续往前走 这儿也有一家酒店啊 大家也可以住在这里 胡同里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胡同里边因为都是一些老房子 可能房间呢不是特别的大 这儿也有一家 刚才那家应该是一家 然后这儿啊 也有一家酒店 这家酒店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 然后从这儿往前走呢 就是地铁七号线住室口站啊 然后往我身后 然后咱们在前门步行街上 一直走到北边 就可以坐这个地铁八号线和二号线 所以在这儿啊 出行还是非常方便的